那現在北市進華進攻 現在球全回到了北市和平 直接射門進球 可以看到一開賽 北市和平就取得第一個進球 腳球開進來了 選擇直接起腳 守門員的球 沒有 這邊是一個進球 那這邊是由 京華背後五號的鄭中瑞進球 選擇直接起腳 球進 可以看到進球又是我們十號的邱毅達 那邱毅達目前為止已經進了第十五顆 選擇可以藏的 停球發生了一些失誤 這邊和平把球開進來 邱毅達在前面背身拿球 展現我們所謂戰友了 非常漂亮的球 其實剛剛可以看到就是他做之前做得非常漂亮 只要背身拿球有時候 互球互得非常漂亮 然後他在轉身之後試圖去尋找我們的二肝的位置 今天不僅扛下了我們 國三謝財安的這個職位 其實他做得還是非常漂亮 這首演勝相當精采 這球射得非常漂亮 那其實剛剛講完 背號 京華背號五號的鄭中瑞 其實又再度進球 他其實這場比賽已經進了第二顆進球 就是我們後備拳應該有這種表現 對 是真的就是完全是一個騎兵的概念 獲得機會就是要展現自己 這邊選擇直接起腳 背號十四號的周祈鈞 現在才是一個國一 那這邊又出現一個非常漂亮的圓角 球都是由很多很多個一對一所組成的 這邊有個機會 周祈鈞有沒有機會 又起腳得分 他的右腳又再次射進了一顆球 那周祈鈞現在的進球 是來到的第六顆 那麼現在京華國中市已經超級了比數 周祈鈞選擇直接起腳 這一球其實是非常高質量的遠射 其實剛剛那球 邊線球開得非常漂亮 其實背號 京華背號十二號的謝平 其實剛剛找的那個空間是找的非常漂亮 那麼周祈鈞那一腳 那一擊左腳遠射 也是射得相當有質量 其實剛剛那一球變成的球 開球的球員們的視野是非常地好 那這時候其實京華的球員只要提防 對手不要能夠輕易地轉身完成射門 那在這個同時其實他們獲得一次非常漂亮的 進球機會 但可惜是被京華背號十五號的戰狀和手下 是 那麼其實調高的球很容易就可以越過我們所有 就是防守區域 是 那這邊球進 和平國中進球 時間剩下最後兩分半 兩分鐘的時間 選擇走底線 你看有沒有機會 手邊已經出來了 是一個很有創意的想法 手出界 手邊的球直接甩到前場 和平選擇把球清出去 可以看到剛剛和平國中防守的站位 剛剛可以看到 並沒有這樣那個中間的空間 現在這邊周祺均有個起腳的機會 結果左腳 為什麼會擋下 其實剛剛那個機會非常好 其實剛剛在周祺均持球之前 其實在背號二十一號的林玉婷 其實在前面有一個被轉身射門的機會 那其實那一球和平國中守得非常漂亮 這球記得非常漂亮 那其實背號二十一號的林玉婷 其實目前也是國中一年級的學生 射門 場上似乎有些誤會 京華國中的球員非常high 其實在一點而已他們就衝出來了 那其實相當可惜 我卻大同學沒有射進這顆六馬球 這邊是背號十八號高比翔 我們罰球 球進 相當戲劇性的一個結果 神經被擋下來了 這真的是相當戲劇性的一刻 那其實在最後第三點的時候 其實京華沒有順利踢進 那其實壓力就回到京華國中守門的身上 那頭上是京華國中畢業的主播毅安 現在一定是相當開心啊 結果我現在是稍稍有點興奮喔 其實很想直接把推到我的麥 直接衝進去了喔 就算是開始了